一大群人 星期一衝入旺角花園街的麻雀館 他們大肆倒亂 職員都不敢輕舉妄動 這次事件 是和今年7月起 湖南幫和和聖和前坐館肥堅之間 引發的收數風波有關 據了解雙方因為一筆6千萬款項 已經爭執多時 時間回到今年7月 湖南幫派人到旺角花園街的麻雀館 向一個前股東追債6千萬 作為麻雀館現任股東的肥堅 嘗試和對方和解 和解釋債務與他無關 不過湖南幫仍然不肯罷休 湖南幫是要收到錢 於是在9月的時候 再派人到肥堅位於長沙灣青山道 223號的一間麻雀館倒亂 這個舉動引起肥堅不滿 兩天之後 又去對方位於長沙灣青山道 383號和385號 一間麻雀館倒覆却 事件發生之後 警方已經連回進行打擊 雙方也都一度平靜下來 但是近日風波又再起 到底雙方的恩怨何事了 就仍然未知了 今晚的事件 過了4、5個月 早10天回過 結婚 內地擺酒 高興一下 又需要回家 方便自己 這次說 你要拿 過了期很久 過期回鄉政的寬限期 今年12月31號完 要逐期才可以回內地 我很少的 不過有特別的事就回去 我來過一次這裡 他說你上不到網 幾十歲 又沒有資料 我跟你卡也沒辦法 那我回去搞過 再來過 俗證預約要網上繳 多區的俗證中心都已經爆滿 九龍灣俗證中心還有名額 星期二上午 都有市民來到俗證 我已經過了期很久 年紀兩年 因為我自己都沒有回香港 我覺得去處理得很麻煩 回到網上登記 好像我們年紀大那些 就比較難 不懂怎樣去用電腦 那些就比較不方便 還未到期的 到下個月到期 早點來做 因為遲些未必有時間 很悶 就是這裡 其他地方悶點 本來旺角比較熟 但是旺角就敷了 所以就選擇你這裡 你做 東區走廊往中環方向 近北角警署5車連環相撞 涉及一輛貨車 兩輛的士和兩輛私家車 其中這輛藍色的私家車 前後都嚴重損毀 零件散落一地 車禍星期二早早8點多發生 一個的士司機心口痛 和一個的士女乘客手痛 救援人員在場為他們治理 意外之後 東郎出中環方向快線封閉 東瑞往香港方向 亦曾間間歇性封閉 更誇張的是 車龍一到到冠番棺堂 警方早前檢獲大約191公斤 俗稱K仔的懷疑六安銅 市值超過1億元 檢獲數量在今年單一案件中最多 警員星期二先在新蒲江 截停一個剛剛在一個分租迷離倉離開的男人 在他身上檢獲一包重約250克的六安銅 之後分別在兩個分租迷離倉 檢獲百多公斤的六安銅 毒品包裝工具和八十幾包六廢石 六廢石的形態是一些細的碎石粒 有吸味的特徵 而形態是一些很細的石 這個法律集團就將這些毒品 我們這次檢獲的毒品 就放進這些綠廢石的包裝裏 作為一個偽裝 還有我們暫時調查 相信他們是經東南亞地區 由正常的貨運途徑 掩人意識的餘木運珠 就將這些帶有毒品的綠廢石的貨件 運到香港 然後再運到我們現在賭破的儲存倉庫 警方相信被截查的男人 會先將收藏在綠廢石裏的毒品拆出 之後重新包裝和分發 那個男人涉嫌訪問毒品被警方拘捕 他三十歲報稱無業 沒有黑社會背景 警方相信他收取幾萬元報酬 遭用涉案的迷離倉 而大部份毒品相信還未流出市面 日本警方31號下午1點多 相繼接獲電話舉報 說在棋育院護田市 護田中央綜合醫院前 聽到疑似槍擊的聲音 報道只有兩個人受傷 疑犯逃走的時候 進入了一間郵局 與警方對峙 警方正調查郵局內是否有人質 現場位於JR缺站西南方大約1公里 報道說疑犯年齡介乎五十幾到七十幾歲 警方封鎖郵局周圍的道路 並且大聲廣播要求區內的居民不要外出 警方環境 他们星期二早上9点15分 在内蒙古东风着陆场顺利着陆 官方正式宣布 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圆满成功 三名航天员身体状况良好 高效工作 回家的感觉真好 另外我感到非常幸运 能够作为航天飞行工程师 执行这次任务 此时此刻圆满完成任务的感觉 真幸福 在中国空间站里的每一天 都过得充实美妙 据了解 神舟16号航天员回来地球之后 会休息一段时间 稍后或会有交流活动 同一款的货品在不同地方 价格都可能有些差别 有一位内地南网民就发问 近日在香港沙田新城市广场的 一间服装店 买了一条价值299港元的牛仔裤 但之后他在淘宝发现同款的牛仔裤 只是卖249元人民币 相差大约30元港元 于是他就把牛仔裤拿回店铺退货 他感叹地说 香港再不是那个可以随意买的购物天堂了 不要说便宜了 反而贵了这么多 真是好无语 这个post引起了网民热议 有人认同香港的物价比内地贵 内地99元的T 香港149一模一样 亦有网民认为 不同地方价格不同是正常事 亦不应用网店比较 用网店比较就没意思了 购物天堂是指什么都有 不是什么都便宜